最近,张女士被便秘困扰了许久,总是三四天才会上一次厕所,分辨也是特别的干燥,排出来非常困难,一顿厕所就是十多分钟,身子也变得特别失弱,经常吸得出冷汗,四肢无力,精神低迷,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头晕脸花的现象。 那么出现便秘要怎么办呢?首先是要了解,通常引起便秘为肠道蠕动缓慢,分辨没有及时排出,长期性的堆积,再加上气虚导致极位虚弱,功能下降,也就很容易形成便秘了。 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饮食结构,注意要有足够的饮食量,刺激肠道蠕动,保证肠道通肠,尽快的将饭便排出体外,在这里推荐一款饮食,帮助补充膳食纤维,促进肠道蠕动,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症状,促制洋白菜,食材,500克洋白菜,盐,醋,90量。 做法,将准备好的洋白菜添入少许盐,用开水焯一下,把焯好的洋白菜放置一旁控干水分,切成小块,再将一杯醋,半杯高汤,两勺酒,半勺盐混合后煮至成汤,等汤煮好后待其便凉与切好的洋白菜一起放入密封的瓶罐中,储存一片即可食用。 功效,洋白菜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煞食纤维,能分强肠胃蠕动,助,醋不适合有胃溃疡及胃酸过多者。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病症,但是它确实多数严重疾病的诱因,千万不可以将其置之不理,了解其根源,早日根除才能保证身体健康,健康快乐生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